R&B High-T Chat Room 歡迎大家來到R&B High-T,我是Rejun 大家好,我是BChill 我們R&B High-T常常會訪問女神、男神 將新的聲音、好聲音介紹給大家 今天也是一位這樣的嘉賓 今天不單是女神那麼簡單 簡直可以說是音樂的生存員、新才女 哇,真厲害 真厲害 編曲、監製、唱歌都完全沒有問題 是哪一位呢? 他們是我們今年的2022年的女新人 張天穎、Jamie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哇,真厲害 想不到看到你派台的歌曲 哇,什麼都是你一收包辦的 可以是這麼厲害的 其實也不是 很厲害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更加 但是只不過是 我盡量弄到我覺得好聽 還有可能我身邊的朋友也覺得好聽 當然要先介紹一下你 可以簡單幾句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給大家認識一下嗎? 嗯,我兩歲媽媽就說我唱歌了 之後呢 從小到大都是唱歌的 就是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唱歌的 甚至畢業都有參加唱歌的 所以是很喜歡唱歌的一個女生 之後我大學也有讀關於幕後的東西 就是錄音、剪片 所以出來之後 什麼都懂一點 就開始什麼都做一點 就一邊學一邊做 之後就變成現在就出道了 嘩,厲害厲害 特別要說一下她小時候 在香港讀書一會兒 之後就去外國 再繼續去深掃 上去升大學 但她就是中文都懂的 哈哈 因為我小時候 都算是在香港讀了一陣子 之後 所以基礎都打得很好 嘩,整個package 好厲害 差不多可以這樣暫時叫到 是最強女生人 哈哈哈哈 又不是 哈哈哈哈 你給她這麼大的壓力 是,厲害 真是厲害 拿回頭盔先給她 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這麼好的奏藝 當然要表演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看看 不然怎麼會知道 Jamie的音樂賽這麼厲害 說到音樂奏藝 剛才都說了 作曲、填詞、編曲、監製、主唱 都一首包辦 一定要說到你最新的歌曲 《FALLEN FOR YOU》 嗯,《FALLEN FOR YOU》 其實呢 有一點點R&B 因為我自己喜歡鑽研 這個ELECTRONIC SOUND 所以 除了一些很真的音樂 我就用了一些可能 Synthesizers 或者是ELECTRONIC HIGH HIT 或者是鼓 但是當中我都加了一些POP 所以就希望觀眾可以更容易 可能有些不喜歡很專門的R&B 那我就有支POP ELECTRONIC 和R&B 嘩,什麼都放進去 完全想滿足所有不同的聽眾層的要求 是啊 也挺貪心的 真的有很多元素在裡面 不只是一樣 我要把所有喜歡聽音樂 無論什麼genre 都要聽我 你就 《FALLEN FOR YOU》 又不是的 《FALLEN FOR YOU》 《FALLEN FOR YOU》 《FALLEN FOR YOU》 好厲害 那不如要介紹一下這首歌吧 其實這首歌 是說什麼的呢 是不是都是說自己 還是說什麼愛情觀呢 就是它表面上 就是一個超有趣 《FALLEN FOR YOU》 《BABY IT'S TRUE》 就是好像是一個愛情的歌 但是 其實呢 我的inspiration呢 是來自於我的FOLLOWERS Instagram FOLLOWERS 為什麼呢 就是 這首歌其實是說 SELF LOVE 到最後 至於為什麼我要選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呢 在Instagram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那些Question Stickers呢 他們呢 會說一些很不開心的東西 例如 我有一幫朋友 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喜歡我 但是是他們覺得 或者 我拍拖 明明男朋友都給他很多安全感 但是他就總是很不開心 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最後就在想 其實歸根究底 沒有人在抗爭他們 沒有人不喜歡他們 反而是他們自己 看少了自己的價值 之後我就覺得 不行喔 你們小小 不可以這麼快 不開心的嘛 之後呢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給他們這個 SELF LOVE的訊息 對 但是這麼有趣 為什麼他們的粉絲呢 會說 素虎的向你 會 我想問你那個Sticker 那時候你在問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回覆你呢 因為很久之前 我自己 就 open book 就是 什麼都放在Instagram share的時候 驅使了一幫人 好像有個心事台 喔 即是你專門幫人 去解答愛情的疑難 又或者 我們人生會有什麼困難 那是Jamie Jamie會給我們一些 金石良言 安保我們的心靈 不是 又不是這樣的 純粹是 他們是 不知道我 sentimental一些 可能喜歡看我的人 之後 那我那次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現在都是 聊聊天 他們就會說自己的心事 即是 都挺搞笑的 即是 他們都當我是一個樹洞 都挺好 即是很肯 開放自己 跟你說這麼多內心說話 但是人家很情深告訴他們 老師說都挺搞笑的 你居然敢回答我 哈哈哈 即是 原來 我沒想過 所以覺得搞笑 嗯 但是都很 所以 就是 寧感就從他們的問題當中 拿到 就變成 歌的靈感 這樣 是啊 有一個集團說 她在拍拖 但是不止拍拖 所以就延伸到 我現在這首歌的故事 就是 初頭其實想有幾個level 第一個就是那個女孩她不太喜歡自己 那她討好她另外一個 所以她就算說falling for you 在MV裡面也不是很少笑 純粹就是falling for you baby it's cute 就是說了一堆東西 但到了中間就有個twist 就是她發覺原來是要認識愛自己 才可以認識去愛別人 所以最後就是她在MV裡面的女孩 就是我 就對著拍鏡子 就自己說falling for you 我希望觀眾都可以 就是 不是說不是天天看著拍鏡子 跟自己說我自己 但是就是喜歡多一點自己 就是這個整首歌曲的一個中心思想 其實Jamie你是不是也很多時候 可能譬如透過這個社交網站 或者你日常生活那方面 都找到很多靈感 其實很多東西想去寫出來 那這首當然是你作為新人的頭炮一首歌曲 嗯其實我也是寫一些身邊小事 就是little details的東西 可能我不說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沒什麼東西了 但是我說了你又會覺得 噢是呀 就是這樣 噢哇 就是觀察很細微啊 就是感性人來的 就是感覺到周圍有很多敏感的東西 我也算敏感的 而且因為我現在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自己 除了叫人self love 我都在學習怎樣去self love 所以呢我起了一個habit就是 有一本 不要緊 是有一本diary這樣的東西 是 這樣就叫做goals and gratitude 所以呢 早上起床呢 就寫goals啦 就是我今天要 achieve的東西 是 可能是很少的東西 as simple as 今天要吃三餐 這樣 很難的嘛 你大個早之後要做事 那之後呢 晚上要睡的時候呢 就可能又寫回三個 你今天很感到開心的東西 可能是 哇 天空很藍啊 就是其實 香港就沒有加拿大那麼漂亮 但是所以有藍天的時候 我已經很開心 很感人啊 要寫下能力 要寫下 所以變相這些很細的details 因為你真的見到呢 你就會記得多些 不是很快就忽略了去 就真的把他 落孕了在 可能你的腦的 不知哪個位置 之後呢 看回的時候都會 真的感陰一點 都會開心一點 嗯 那倒是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開心的東西 很快就忽略了 反而不開心的東西 才能忽略的嘛 而且要向人訴苦嘛 不是俗稱是忽略的嗎 很不開心啊 就是永遠 明明開心和不開心 可能比例差不多 但是你主要都是 記得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比較多 我們人腦真的比較奇怪 就是選擇性 就是選擇錯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會常常 考這些靈感 這樣來吧 然後這首歌呢 當然有拍MV 形象方面呢 有少少少少女味 但有少少少有多性感 這個想我表達到什麼 風格出來 你哪裏覺得我好性感 哈哈哈哈 他張大眼睛看著你 哈哈哈哈哈哈 喂 畫面很豐富強烈的 對不對 OK 但對啦 形容得好啦 這個是想的 因為呢 我想分了三個stage 一個就是他迷惘 之後呢 就是尋找自己 到最後他真的愛自己 所以呢 無論三個outfit 我是不覺得太性感 但是 小背心對我來說已經很性感 為你加拿大見得多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他熱血沸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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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喜歡穿小背心的 香港熱血沸 啊 是啊是啊 我們看到社交網站也看到很多小背心 哈哈哈哈 有些報道也說 主張你的小背心的嘛 我們看那些報道的時候 都是 我真的沒有特意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可能呢 我不算高的 因為我真的不高 所以呢 我要穿一些 就是要比例 令自己高的東西呢 上面呢 就要短一點 就是短一點 對 所以不是特意的 啊 OK 這個形象鮮明是OK的 是青春可愛的 是 是 是 講範體的形象 三個stage而已 哈哈哈哈 三個stage 但是三個stage 其實呢 都用紅色和綠色的東西串連的 那麼呢 綠色就是outfit看到 那紅色就是 你看到我的杯子 那個杯裡面是紅色 那喝的東西都不同的 就是創作苦茶 最後變成紅酒 那為什麼是綠色和紅色呢 那就是因為綠色呢 就是 有一點點治癒 治療的顏色 嗯 就是 除了愛情之外呢 就是有一點點危險的感覺 那所以呢 就有 愛情啊 如果 不愛自己 有一點危險 再加希望聽完這首歌 你是自意的 所以就用了 紅色和綠色的 這樣處理一齊 那個outfit 還有整個setting 但是這個 這麼 這麼 像是這麼 像是 這個MV裡面呢 我知道這首歌 你有很多主導 但是MV那方面呢 你參與在策劃那方面 其實是不是每天都很多下 因為 Indie來講 都真的 什麼都參與 就是我就是 跟那個director 去溝通 那就會開會 但是 我想要的idea呢 嗯 director 通常都會 很technicalise 跟我說 啊 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就是 啊對喔 這樣可以 bring out到的 meaning 就這樣去合作 但是 就是說去到 那一天呢 就真的 完全放心 交曉給導演 和camman去做 因為可能 場景的因素關係 什麼都好 他們要走什麼 角度 有些可能做到 初初以為做到 原來做不到 這樣 我們都有其他方案 就立刻去 收拾 嗯 所以都是 很享受 整個過程 除了說是作曲 是自己決定才會 拍攝等等 都是等於好像 整個baby 又有歌 又有畫面 被人看到 是很享受的 享受 非常享受 真的會 做到三四點 都ok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以前有沒有試過 彭英也是說 拍一下東西 玩一下這些 喔 這個有的 我呢 因為之前是在Instagram 有拍Cover的 嗯 這樣呢 有初初呢 就是 在美國了 已經在美國 不是在加拿大 在美國的時候 就十五秒而已 很快的 唱 半個chorus 就已經結束了 去到IG 給我們 一分鐘 那我就 啊 不如買一個 正確的麥克風 收聲 靚一點 但是說的時候 都是用手機拍 到最後 就覺得 嘩 玩到悶了 哇 升級了 對 對 加不加和音 我就開始 加和音 然後 畫面上 要不要試試剪 這樣 所以如果你看回我的IG 或者Youtube 就很多以前很噁心 就是不懂做 但是 experimental 的Product 的Cover 我們不會叫它很噁心 我們叫它很RAW RAW 爆一下 比較漂亮 Jayme在拍片的過程中 進步 有多麼神速 那時候是如此RAW 好像很多不同的 譬如製作 也看到很多東西加進去 但是說回MV 我發覺那個色系 是不是特別調到 好像有 紅色草草的感覺 我覺得是暗啞色 整個感覺是這樣的 我們也沒有特別去Retro 但是我們是想暗啞色 因為想是一個 自己和自己溝通的一個世界 所以就想 自己一點 可能 我們也有想過 就像蒙蒙一樣 對 蒙 那個蒙是filter 所以是特地加 那個就真的特地加 想整件事都好像 自己在一個內心世界裡 所以就希望 有一點點 暗的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嗯 嘩 聽得出 無論是MV 還有首歌 FALLEN FOR YOU 都有很多 Jayme的一些 心血 放在首歌上 如果沒有聽過 就真的要快點聽 這首歌 或者是看MV 看得不夠真實 徹底 看得不夠深入的時候 再多看幾次才行 你可以看到 令到Be Chil很火熱 對 還有看 最重要是看 Jayme的內心的感受 那些世界是怎樣 那些愛自己 最後用回音樂 去愛自己 都很值得我們 去學習這個Message 因為很多人都不愛自己 通常都是 靠別人的愛 你給點愛我 對 最核心的就是 你愛自己 你就會感覺到那種愛 好 那FALLEN FOR YOU 暫時呢 你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不如跟 Jayme玩第一個遊戲 就是快問快答 對 那見到 Jayme 轉數很快 那這些問題 考不考到你呢 我怕他考不考到你 馬上來了 好 第一條問題就是 最近 你最喜歡看的電影 是什麼電影呢 呃 PRISON BRICK PRISON BRICK OK 兩個選一個 你想做清純的小天后 還是ROCK女呢 喔 蛤 清純 我ROCK女 是嗎 她自己ROCK不起 你的形象 起碼 向這個方向好一點 至少很鮮明 因為我聲音不夠ROCK 我試過唱ROCK 我聲音 一套鼓一進來 我唱的聲音就已經不見了 蓋了給別人 是 我想的 但我真的ROCK不起 不是 那可能真的 時間的洗禮 很快就ROCK得起 暫時走著 清純小天后路線 是 OK 好 當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一個時間 你會多做些什麼呢 作歌 嗯 都是關音樂事 音樂人 問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最想去哪一個地方旅行 如果開放的時候 Santarini 嗯 是 真的很喜歡那裡 白色啊 有些屋子 很有趣的感覺 我真的 好漂亮啊 啊 OK 那兩個選一個 你喜歡吃麻辣鍋 還是芝士鍋 麻辣鍋 哇 辣妹 小辣椒 你是 超中魚吃辣椒 但是辣椒的聲音 你聽到雙聲嗎 開聲 沒有影響的 這麼厲害 哇 靠我吃辣椒開聲 哇 這是厲害的 開聲 是啊 哇 注定是吃這行飯 真的 音樂草味就很厲害 但是有些人很好奇 那你喜歡做運動呢 喜歡做什麼運動呢 跑山 跑山 Tailrunner 平時跑都不要緊 還要跑山 為什麼叫山 跑山好過跑路 其實在加拿大的話 就真的隨便出家跑得很舒服 就是Markham那些位 但是 在香港真的太多廢氣了 如果要跑 我曾經跟過一個監製陳輝藥 因為我是陳輝藥女星 之後 他會問哪些女生喜歡做運動 那我就站在那裡 他就會叫馬 早上六七點 零食 即是早上六七點 去跑山 就是那個感覺是良好 就是你跑完之後 下來 你會覺得 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們剛剛才起床吃早餐 噢 有意思 就是 整個人是精神的 早餐的料理 有運動做 還有早餐吃 真的 OK 那如果你下一項要你學過 你寧願學一下粵劇 還是要學一下下棋 你那些要是靜態的 還是粵劇 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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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把任何動物成為你的寵物 就是什麼都可以 你會想是哪一種 Fanek Fox 超大耳朵的狐狸 哦 對 看電視那些 你覺得他很有趣 因為 你有沒有看小王子的那本書 有 我沒有 不要緊 很久之前 請說 他裡面有個狐狸 我小時候已經很鍾情於那個狐狸 What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It's only the heart that you can know what's 最 important 我就覺得 這句 不知道我一輩子都大隻 吃了在我的腦裡 所以 是狐狸仔說的 所以 我 對你影響了這麼深遠 連原本被人感覺這麼奸狡的狐狸 都做過寵物 說話有深度 想不到 小王子那個 不奸狡 他假裝看過 其實沒有看過 是不是 我有啊 真的有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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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看法文 是嗎 我記得好像看中文 OK 那再問一條 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話 你是會想選看 看穿別人的心事 心裡面想什麼 還是有很強的視力 看得很清楚 我幫他答 我覺得他肯定是想看穿別人的心事 是不是 這個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不行 什麼都說 你經常都知道 對啊 你為什麼不是這樣 你要愛自己 看到別人不開心 才可以主動去關心別人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不用看穿別人 已經 已經 已經觀察到 如果我真的知道 我怕我 不如轉行去做counselor 就是 不如你作個作個 我知道你想什麼 你不可以這樣想 就是 我覺得 但是我又不想要超強的視力 可不可以隱形 你還要隱形 你喜歡隱形 那你想隱形 你會想做什麼呢 對 我想作歌 不用隱形作歌 現在也可以啦 你都作了這麼多歌 是嗎 不行的 現在無論是 有人吸塵 就是進來 懂不懂回答 或者 無論是 外面又很吵 突然有一個火車公公 這樣 哦 OK 但隱形都幫不到 隱形都照有 好像是 好像是 不可以飛去其他地方 我知道 我幫你想到 你應該要超能力 是mute了整個世界的聲音 那你就可以自己 很安靜地作歌 我只聽到我電腦的聲音 對 有自己的世界在裡面 包圍著你 我很害怕 他會看穿我們兩個 對 你經常說自己 這麼觀察入眉的時候 很害怕 隔著螢幕也會讓你看穿 有些鏡子 有些赤裸 你朋友會不會害怕 我會看穿你 明明我不想你擔心 你愛你 就知道我不開心 都不會的 我覺得他們是 第一時間會跟我說的 所以我未接觸到他們 他們已經說了一個 我喜歡的 我朋友都很多時候 找你去說一下心事 都很多 因為我 從小時候 我很喜歡聽一些 crazy things 不是我真的 很 crazy 總之 很 crazy的事情 我都不會去judge 我朋友有讚過我 所以他一直在說話 他會覺得 說什麼 你都不會說我 很放心 這樣就 沒有反應 我也不知道 至少他肯說一下 說給你聽 你又不會再說他 朋友都是想這樣 不用說judgment 你不用給solutional 你做他耳孔就可以了 這個很噁心 我真的不用給他耳孔 所以 Jamie說要隱形 太多人找他 去傾訴心事 怎麼作歌呢 有原因的 他都喜歡聽的 我當然也要知道 想要一下 了解一下 Jamie是怎樣入行的 由一個樹洞 大家是認識的 一位女歌手 一開始是怎樣入行 其實 先說回陳輝洋 陳輝洋就是 我大學移民班 暑假回來 香港沒有暑假 之後 我有一個師姐 他就是王家正 即是Pianist 很出名的Pianist 朋友 就知道 陳輝洋 他有一個Show 想舉行 嘉靖就是彈琴的 之後他就問 有沒有其他女生 都是唱唱歌 之後呢 我的師姐就找了我 所以我是很幸運 第一批 JAM Zero 就入了他 之後就 有看他們Show 但就沒有緣參加 因為我在外國 回到香港之後 陳先生也有 喂 Jamie 你有沒有興趣 這樣 那我就說 當然有了 所以就繼續參加這個Show 是 很幸運 本來我們是在麥花省舉行的一個Show 最後變成是搭上紅館的台 然後我是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很大的頭 不過幸好有28個女生跟我一起 分單 所以就叫做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experience 之後 至於怎樣入行呢 陳輝洋那個其實也未必是說 是一個入行的門 因為陳輝洋裡面的那些女生 全部都是有fulltime的 也不是說唱歌的事 有自己的職業的上班 對 有些是accountant 有些是中醫 有些是導遊 有些是空姐 就是完全是不關 那麼多方面的 還有很多圓化 不知道你唱到歌 就可以女生合唱 一起 一起玩吧 我們 喜歡跳舞 對 之後呢 所以 我認識了很多臭名商頭 但是 大家是 還有很多passion toward singing的一群人 因為 就算fulltime job那麼辛苦 他都肯放完工之後 可能捱一個麵包 然後就來練過 嗯 對 所以這個是挺特別 之後 但至於我怎樣去接觸這個行業 就是 我畢業回來2019年 參加了一個作歌和唱歌的比賽 那 我又好像今次這樣 就是自己做了所有東西 編成之後唱 那 很幸運就拿到冠軍 那之後呢 沒有那麼謙虛的 都是實力的 哈哈哈哈 很幸運就有實力拿到冠軍 哈哈哈哈 很幸運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完全沒有怎樣鑽研 但是被我拿到冠軍 嗯 之後 很幸運 對啦 有一個監製就問 你會不會想嘗試作歌啊 我們可以 就是 好像 mentor mentee 這樣 那我就 做了他們的writer 那 就一直交歌給他 之後 我的監製 就是我 mentor 就會一直說 告訴我一些 好一點的編曲方法 作歌 melody 的路 之後 都兩年 兩年多 好像在訓練 那樣 就 類似是這樣 去年 其實我去年才剛剛 買了我第一首歌 其實不是很多 不過 叫做 好像 一個開始 一個起步 一個起步 有行內的監製 帶著你的話 又不只是跟我們平時 在外面 音樂學校 自己讀 那些又不同 直接很多 而且在行內 有什麼知識 嗯 是 我會得太遲 那個監製 的brian 嘩 厲害 他很好人 哈哈 哦 所以這次 入行 都幾 沒什麼特別的planning 或者 去溝悶 都很順利 是啊 參加過比賽之後 就 哈哈 真的很令人羨慕 這樣就入行了 不過想問一下 之前有沒有想過 在音樂方面的發展 我知道那時候 在Toronto 和美國讀書 嗯 其實 我回來香港 是有full time job 去marketing 嗯 哦 所以其實 因為我媽媽爸爸 都是那些 做finance的行業 很穩定 我又看著他們 有兩個很健康的 生孩子 只要照鏡看著自己 挺健康的 哈哈 然後照鏡說 I love you 哈哈 也不錯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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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還是 我有個糾結 就是很不穩定 去追求的一個夢想呢 那當時是糾結了一陣子 但是 慢慢就 所以都用了幾年 才去入這個行 就是因為我慢慢shift 可能之前就是marketing full time 但是坐在辦公室裡 我搞不定 完全想起其他東西 沉悶一點 不適合你 是啊 之後我就慢慢shift 就是 開始做一些part time 關於音樂的事情 但是 就是因為做多些音樂的事情 我自己又學多些 之後我接觸的人 在這一行又多了 之後 慢慢就現在shift 因為我都還有教班 都是關於音樂師 這麼厲害 已經去到做小老師了 已經是 少 真的少 你教哪一方面呢 我教三個範疇 一個是 小朋友的彈琴 啊 ok 第二就是 中學生作曲 第三就是 老人家 是嗎 老人家是什麼 我不是教他們 純粹是 facilitate 他們有dementia 就用回音樂 來幫他們減慢那個退化 哦 即是也是一種的 音樂治療來的 這個算是 是啊 不過我就要唱他們 年代的歌 去換成他們的 即是幾億 這麼厲害 即是那些舊歌 你也會 你也會的 舊夢不須記 那些 沒錯 是一水隔天涯 哦 那也不是太有舊的 都ok的 水隔天涯 方艷芬 可能你爸爸媽媽也聽過 可能你小時候也聽過 都ok的 不太用歷史的 哦 你上課那些 粵劇都有 難怪剛才說不選粵劇 原來已經聽過 整天都是 即是下街沒錢買麵包 我那些是唱不到的 我還會播給他們聽 哦 但是這方面的 所謂的治療 這個 就是智識 他們怎樣學回來 即是曾經學過 這樣幫助一些 即可能有腦退化症的 一些人士 可以幫助他們 緩慢這個症狀 其實本身是一個 pilot program 他找我去試一下 是否有效 所以除了我 音樂這方面的範疇 還有一個 比較專業的人 他負責 譬如說他們有那些儀器 你量度他們的 路電波 那些我就完全不懂 即是比較科學 一些 對 腦的活動 究竟是怎樣 沒錯 譬如說 他有些東西就會有 嘟嘟嘟 這樣 腦電波 可以散開出來 有些反應 就是了 Jayne唱歌很好聽 他很厲害 真的太難聽了 我以前聽過的版本 都不是這樣 他很激動 你怎麼找個 小孩都不會唱 有的 真的有 我已經tried my best 但是有朋友說 以前也不是這樣的 真的有 他真的這麼直接 對 但我覺得no offense 因為我覺得 他知道 反而我很開心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精神 他分得出來 即是他還可以反駁你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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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呼吸聲那麼厲害 這麼大事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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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或者聲音是這樣的 其實是以前的不同 對 反而這些我會覺得 反應是 就是 active 嗯 但你教的group來講 世間的年紀方面 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你會不會自己特別最喜歡教 你都自己比較多 正面對著其他年紀的人多些呢? 其實我所接觸的每個年齡群都很好 就是不同 小朋友就跟那些狀態不同 但都不是的了 其實現在的小朋友很腰致腳 是 當他們是朋友 即是不需要離開他們 對 不需要的 有些比試問我 這個老師有點低B 沒錯 譬如說不如你乖乖坐下吧 沒用的 坐下 反而是 當他們是同年齡的人士相處就差不多了 不要說什麼嬰兒話出來 不用 嬰兒就是對面兩歲的那些 喔 OK 所以有什麼特別的 所有的年齡群都可以 應付得到嗎 其實是反而老人家是更加獲益良多 因為你聽到他們的人生故事 是 我會跟你說故事嗎 他會不會跟你說 阿呂 你不要這樣 你要這樣做才行 唱完這首歌就跟他說很多人生的道理 即是說以前我在這個世界的時候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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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故事吧 會的 他們會說的 他們會說世界以前的那些 喔 OK 都挺特別的 所以是認識了很多東西 對 你認識了一個是中國歷史的 對 還有存了很多故事給你自己 可能以後不知道什麼時候用得著 作歌也有機會用得著的 是的 也有的 因為他們那些 我想那些辛酸是我們以後不會再 經驗到的 對 難一點 不過也可能是一個特別珍貴的時刻 但是我想問爸爸媽媽就是從事財務那邊的工作 那你一個月就一定會轉到音樂那邊 有沒有一些說話給你聽 那個女兒 你好像我們真的穩穩陣陣就OK了 可以養到兩個很漂亮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最初 為什麼我回到來 因為我也是讀學校那些 為什麼我回到來沒有選擇這一行呢 就是因為我就是聽他們的意見 會不會穩陣一點 所以我就Marketing做了 那但是呢 因為我都真的知道自己 真的 我的心不需要 就是坐不定那些 性格也不太適合這方面 是啊 所以我就 忠於自己就試一次 那我instagram就很好的我的followers 那我post我爸爸媽媽 他們都會很喜歡看 就是不只是喜歡看我 不知道在哪裡打卡或者什麼都好 但是呢 有一次我爸爸就在街上放工 之後就有一個女生跟他說 喂 hello 你是不是Jamie的爸爸 我真的認得出 真的 因為他就很開心 就是可能他是不是在想 如果我女兒自己的生餐 我可以搞得到 就是在街上有人認 是不是真的有一點人認識 我的女兒 就是所以他就可能放心給我去吧 嗯 就是看到已經做到一些成績出來了 對 那他就OK 給一些想入行的一些年輕的人 不是收買更加多的followers 對著爸爸媽媽媽 喂 你不是誰的爸爸 我不是誰的媽媽 這樣就有成績了 可以進去 哈哈 是啊 其實都是少少人認識 但是我真的很幸運 緣分 不是的 慢慢儲起來 而且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優雅 起碼都試過 所以說出了自己第一首的單曲 都不錯 繼續努力 我們都會非常支持你 來到這裡不如玩另一個遊戲 不如邀請了Jamie 由1至9號 選一個數目字 4 4 那麼喜歡唱歌 那當然想跟歌手jam歌的啦 可以的話 你最想跟哪一位歌手一起合作 jam歌呢 什麼平台都可以的 Busking也可以 在舞台上也可以 是不是一個啊 嘩 你這麼貪心 一個先咯 說來聽聽 看看能不能再多一點 你先說最初的歌吧 哈哈 我想跟林家軒 哦 林家軒 為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原作人 是啊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創作人 就是一手包辦 就是鼓曲風 超有他個人的Style 然後又是 又是聽完超有治療的感覺 嗯 就是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沒錯 無神露與你是非非 適合你首歌的Style 愛自己 一個人都可以很開心 可以玩得很棒 哈哈 還有他用的chord 或者他平時的progression 或者他key change 人家最後那段是聲音 他講Key 真的 很特別 這個真的是 超乎平常的音樂人會做的一些事 起碼是敢事 就是敢去玩一下 是啊 所以我就很欣賞他 哦 OK 就是想做一個女版的林家謙 這個是 哈哈哈哈 我想我做不到 是啊 都自己在台上有兩個林家謙 在那裏 男版女版 我想他想做張天榮 都說做女版的林家謙 哈哈哈哈 不是 只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這個Style 在那裏 那你剛才還說還有另一個 另一個是誰呢 不是另一個 他說有很多 不過我們讓你再說一個 是啊 另外一個是誰呢 Jaze Jaze 陳海詠 是嗎 是嗎 為什麼呢 你怎麼這麼吸引到你呢 因為我很喜歡他 收聲多謝 那個曲 我覺得他能夠 已經是KPOP加KANTOP的Fusion 就是有一個香港式的 就是類似KPOP的人 就是他的拍攝也很厲害 就是他的舞台魅力也很厲害 我去看他的Concert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他會是未來的一個 就是像小天后 即是能光能露 有 很有實力 很欣賞他 是 被他的魅力迷倒了 哈哈哈哈 OK 他說是 好啦 就是林家謙和Jaze OK 好 那不如再選下一個小目子吧 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 好 自己叫做音效出來 已經在這裡 搞珠搞一 那麼漂亮 最滿意和最不滿意 自己身體哪個部位呢 哇 這個很損尾問題吧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自己了 哈哈哈哈 最滿意啊 嗯 呃 呃 眼 眼 哦 即是他是夠大還是有神 還是夠精靈那些 即是夠電力 哈哈哈哈 哪方面呢 我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他們高低和大小的 所以 純粹 我覺得 有神 還有我不怕看著人 哦 但是你令到別人很害怕的嘛 哈哈哈哈 別人有什麼問題的嘛 我不知道 不會的 是 那你有沒有試過 你看著別人也因人家避開你的眼神呢 有沒有人誤會了 哎呀 阿Jamy看著我 難道 他對我有意思 哈哈哈哈 想多了 阿Jamy看著你 幾方便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我 呃 希望 沒有一個太大的誤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些保留啊 哈哈 你想多了 哈哈 哦 OK 眼是他最欣賞了 那覺得是差那麼低的 哪一方面呢 呃 新高咯 嗯 是 現在大概 幾高呢 介不介意說 一六零 都不差的了 都OK啊 加上高跟鞋子不是差不多 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國讀過書 就覺得有些比較 回香港應該都OK的 是 都是但是比例不漂亮 如果穿腳長一點就好 是 啊OK 我不要緊 教穿衣服啊那些 都可以拉回牆 馬上就好看很多 但是我馬上就 都是的 但是不可以拉 是啊 哈哈哈哈 那麼緊要 OK的都OK的 知道 阿 Jamie現在很年輕了 但是你有沒有自己 一些什麼 keep fit啊 保養的秘訣呢 就是保養的 我覺得我有一個習慣呢 雖然爸爸說不好 但是我是 有繼續做的 就是 是嗎 就是 臨洗澡前呢 我就會覺得 即今天還沒出汗很浪費 去洗澡 之後我就會去做15分鐘的 sit up 或者push up 什麼都好 就是那些apps work out 什麼都好 我就會 是 就是要爆汗的 每天都要 又不是爆汗的 就是要先出汗 覺得有污租嗎 哈哈 那才抵上洗澡 自己的污位 哈哈 那這樣挺健康的 就是逼著你每天都要 做一些運動 其實挺好的 為什麼爸爸說不好呢 因為我通常是 夜洗澡的 我爸爸說 如果你這麼晚洗澡 那你就很晚睡 即是 這麼晚洗澡你的頭有濕 然後你做運動 你令到人精神 但是你應該要睡覺 要培養 這個睡覺 又睡得不好 是 爸爸可以這麼晚 當然好奇 即是我們 在加拿大回去的話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香港很熱 譬如夏天的時候 都已經出汗了 那那時候還用不著做運動呢 睡覺之前 洗澡之前 你已經是夠了 洗澡之後又出汗了 一出街就已經熱了 可能我就會覺得 都反正出汗 就多出一會 哦 就是有個很特別 是這樣的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很肥 不是很肥 但是我 160 18 18 接近120磅 所以你會覺得 我是肥過 chubby 我那時候用盡方法就是 臨洗澡前 就是在床上做 然後到大學 就是 健身離我很遠 所以我也是臨洗澡前做 所以就開發了一個 哇 都培養了一段時間了 已經是 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學一學 至少是 不要給自己藉口 最重要是洗澡前 都一定可以的 一班聽眾臨婚前 洗澡前 做做運動 然後洗澡 爽 正 很簡單 就算看著 這樣 你最初以為做一分鐘很簡單 做到一分零幾 你就開始 哇 就是擋了手 都已經覺得擋了 手大正 然後繞圈 兩隻手 這個已經很累了 真的要試試 你一分鐘拿著水杯 你都覺得累了 不用打圈 是嗎 是啊 我一分鐘在鏡頭看著自己 都覺得累 哈哈 眼睛很累 他已經是 我不想再看 你看到那個鏡頭 嘩 這樣的樣子 還不累 不行啊 要全身放自己 是嗎 是 正面一點 我們做人要 我們今天主題 我好自己愛的 我很喜歡自己 是嗎 我最怕是 over了 那Jimmy 如果over了 又沒得救呢 為什麼收回一點點 因為我太愛自己了 超自戀的 是嗎 是 有沒有曾經遇過那些問題 那些 我覺得你就可以 我們就開始去學一下愛人 哈哈 OK的 今天收到一個很好的提示 謝謝 分一些愛給身邊的人 不要太愛自己 但也要愛自己 這個要好好拿捏 我們值得好 我們好好學習 OK 那Jimmy 可不可以怎樣收歌 給我們加拿大的朋友 可以啊 今天說了那麼久 我首歌 FALLEN FOR YOU 不如一起聽我首新歌吧 不要啊 一起記得愛自己 還要多的時候 愛其他人 分一些愛給其他人 不過最主要的訊息 都是說 愛自己多一點 你的人生可能就會過得開心一點 將大愛 要懂愛自己 才懂得如何愛其他人 會常常說 嗯 那麼想問一下Jimmy 未來今年 還有什麼工作大計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FALLEN OUT OF YOU 另外做一首歌 FALLEN FOR YOU FALLEN FOR YOU FALLEN FOR YOU 說笑而已 我今年應該會除了自己的歌詞編監的作品之外 其實我是想繼續進步 所以我會找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作 不論是填詞人或監製都好 就想可能給予更多火花不同人 嗯 好啊 期待一下跟其他人合作 有什麼特別的 另一面可能會這樣撞一下撞出來都還沒做 嗯 是啊 好啊 那我們期待著這些作品 我們期待其他的作品 暫時我們還是先聽著FALLEN FOR YOU 我們自己比較多 我們今天很感謝 Jamie作為我們R&B HIGH T的女神嘉賓 Thank you 多謝你們 多謝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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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